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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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ieu和很多中年人士一样 拥有好好的成就和美满的家庭 他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出生和长大 透过自己的努力 他成为了药厂的投资从业员 为工作的机构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并且为自己建立了事业的声誉 做事那方面我想或多或少肯有些困难 但是都遇到很多贵人 又加上自己可能做事都算挺进责 挺积极 这样就变成了有一定的工作 都有一定的成果 2004年 Mathieu全家移民温哥华 对Mathieu来说 这个正好给他一个休息 和重新调教生活的机会 在新的环境中 Mathieu和太太Esther 对前景充满了憧憬 但是很有趣 年纪越来越大 你就发觉有越来越多的东西 你自己控制不了 其实很多东西都控制不了 但当时自己可能年轻 就不感觉到 年纪越来越大 这个感觉就越来越深 Mathieu在温哥华 一个服务华人身移民的机构 中桥互助会服务 协助心理热线的电话辅导工作 为当地的新移民 尤其是那些沮丧无缘的人士 提供即时的支援服务 但是往往世事 是不能够预计 正当Mathieu在新的环境 重新起步的时候 他在2010年1月底 突然之间感到严重的腰酸背痛 他立即去了当地的医院就医 主要是背脊痛 急症失际了医院 医生就跟我说 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不太好消息 之后他们就继续查 严症的专科就跟我看 发觉原发点在肺里面 接着CT scan那些报告出来了 就扩散了 肝、胰壮、淋巴、肺两边 这个消息令Mathieu和他的家人 立即感到晴天霹靂 事实既然不能够改变 Mathieu唯有因言接受 幸好Mathieu他在移民之前 已经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 懂得全心依靠天主 再加上他的人性格乐观 以致力坚强 因而可以放下对死亡的恐惧 仍然能够去帮助 和鼓励其他癌症病人 而最特别的就是 他能够乐观地生活 从来都没有因为现在的境况 而自怨自艾 总括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都给很多病友幸福 因为电疗 那时候的反应不是那么大 化疗 自己的身体受不了 就不用继续 反而吃个标靶药 主要可能大家留意到 就有些面出一些暗瘡 那就脱掉头发 Mathieu尝试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除了努力地接受医生的医治之外 他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 多数小肉 此外 他还积极地以各种方式 建立了自己的妄志 藉着写Blog 去表达自己对癌症的看法 他提出了与癌为友的概念 鼓励癌友积极地面对病痛 乐观地生活 给自己优质的病人生活 而不是失去信心 无奈地等待死亡 其实 如果大家病应该都知道 其实躺在床上也挺闷的 即是什么都做不到 动又动不了 床都落不到 那时候 都好 看书也看不到那么多时间 写一下Blog 将自己的一些感觉 一些日常写 但写之余 我都希望有几个信息 可以带出来 Mathieu的网字 Life or Life 记载了他患病的经过 感受和反省 他以积极和正面的信息 和网友分享他对癌病的看法 亦都分享了他的信仰 我们做子女始终都很被违 即是很忌惑去说这些 所以其实我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想鼓励大家 看那个生老病死是一个很必然 甚至生死就是所谓一个Coin的两边 一个金币的两边 有生就必有死 其实很肯定的 就是死亡的必然性是很肯定的 只不过我们每一天在生存的时候 就是大家没有把注意力 就放在死亡 就是所谓我们生命的有限性 生存那种幸福 那种快乐 就以我自己为例 就是以前你叫你感恩 你不会感恩这种恩 我现在就日日感恩 Matthew了解到 癌细胞潜藏在大部分人的身体 而且癌症也都越来越普遍 所以他从中领会了人和癌症的关系 Caincer不好的东西 就是很负面的 就是把癌症 癌病或者癌细胞 其实都是我们细胞 我们自己的细胞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要跟他打仗呢 癌啊癌啊 你老有记 就是我们大家这么老有 你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啊 了解呢 有很多的问题 或者甚至到疼痛 是因为我们握得太紧 捏得太实 所以痛 拿着拿着的痛 原来你只要放松一点 解除你自己的内心的痛苦 其实是不难的 你放松一点 哎呀 那个人会舒服一点 就不会这么大压力 这么辛苦 Mathieu认为天主所赐的生命 是美好的 是值得和人分享的 在他的网志之中 充满了对生活赞叹的信息 我觉得呢 要留一点东西 给自己的家人 其实写Blog挺好 现在这些电子传媒也很方便 甚至到有很多就将Blog 介绍了给他的朋友看 他有一些生病的朋友 我真的很开心 原来没想过 他也感受到我那种内心 那种舒畅 那种快乐 从而他也都自己可以解放得到 因为作为一个癌病人 其实都有时会拿得挺紧的 在Matthew踏进了生命的幽谷的时候 太太Esther给他最大的支持 虽然他信主和受洗的时间不是很长 并且未能够明白 天主为什么给Matthew这么大的考验 但是Esther愿意放低人性的执着 藉着祈祷、学习交托 以爱去支持自己的治爱 我其实听到那个医生 跟我们讲的状况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 有没有搞错 因为Matthew前几天都还是很精神 我们31号 全家人还在打羽毛球 1月31号 然后虽然那两个礼拜 他一直一直叉 但是最多是想着 扎到神经 或者是否扭伤了 怎么会是所有的疯癌都会有癌症 我真的很希望医生告诉我 其实是假的 Esther为了珍惜和Matthew相聚的时光 她决心要放下恐惧 并且要和丈夫开开心心地过每一天 在这个时候反而不是恐惧 我反而不是恐惧 在我的心目中 因为我的心价是觉得 很希望我丈夫Matthew一直在我 当然是这样 我都会怕他走一天 但我想我现在的focus 主要是想着他如何和我开心一点 在一起 作为Matthew的妻子 他不愿意见到丈夫受苦 但是Matthew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改变了他对死亡和痛苦的看法 作为他另外一半 其实除了起居饮食之外 我想他心灵上的支持都很重要 我有时还很佩服Matthew 是他自己一个病人 他说每天都可以交给住 但我还没有去到这个层面 Matthew的病情反复 体力已经大不如前 但是Matthew仍然贯涉着积极生活 无私奉献的精神 他接受了很多个传媒的访问 坚定地表达了他对生命的向往 以及对自己理想的追求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但是他有一天会来 可能还会很快 特别我想常理推测 这个病就不会说可以拖得太久 所以在有限的时间 怎么都希望尽量去做多一点的事 当然一天24个小时 看我们如何安排 Matthew经常阅读圣语第23篇 是为了要提醒自己 主的慈爱常伴左右 生命之旅并不孤单 在病痛的光景中 他深信上主是最有力的支持和安慰 第一句就很棒 上主是我的目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不知道大家感不感觉到 那个一无所缺那种快乐 那种快慰 一无所缺 当然了 现实生活里面 我不相信有一个人 是觉得自己一无所缺 但是其实是那种感觉 你更加多的东西 那又怎样呢 无论是享乐的物质 但是如果你能够自身的一种满足 感觉到那个一无所缺 是很快乐 就是那种满足感是很大 Matthew的心愿 是要好好地去过每一天 他虽然在病中感到有很多滞走 甚至在情绪上 未能书太地去做一些事 但是好好地过每一天 对Matthew来说 那一份满足感已经很大 作为一位天主教徒 他深信天主必定对他不离不弃 整幅图画很精彩 就是说 他使我饿在青绿的草场 又领我走近幽静的水旁 这些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青绿的草场 因为我们是绵羊 要吃草 要饮水 他给足力 给了力 接着他也都说到 就是说 他以自己的名号 领我们踏上正义的坦途 小心 后面有两句 他说 纵使我们应该走过 阴心的幽谷 我不怕空险 因你与我同坐 幸福与慈爱 上除不离 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 直至柔软的事 准备好了 好快乐 他永远在你一齐 不但他慈爱的幸福 永远跟你在一起 不但他还准备好了 Matthew写了一本 有关自己经历的书 同读者分享 如何与主同行 超越生死的旅程 并且引领他穿过了死亡的幽谷 得着平安和喜乐 最近在写一本书 其实想和其他病友分享 我今次的一些感觉和一些经历 尤其是和死亡 很接近那种 其实那种感觉很平静 很舒服 另外还有一些针对自己的病 或者痛 都有一些建议 Matthew在2011年4月16日 安息主怀 结束了人世短暂的旅程 进入永生的国度 他积极和喜乐的一生 感染了无数的人 真正成为了地上的盐 世界的光 就好像刚才故事中的Matthew一样 当我们遇到病魔 困难或者是挫折的时候 少不免我们会感到彷徨无助 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自然 就会去寻求天主的帮助 将一切交托给他 而当我们借着天主的力量 完成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又会对天主表示感谢 祈祷就是这样产生的了 在天主教 教为人熟悉的祈祷当中 就包括了有天主经 圣母经 圣三光荣经等等这些讨词 但是其实 天主教也都有其他祈祷的方式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祈祷是一种宗教活动 可以说每个宗教都离不开祈祷 透过祈祷 信徒和他们的神相遇 共融和交谈 就好像和好朋友约会一样 祈祷的目的 包括崇拜 赞美 感恩 或者是求恩 祈祷可以由个人 或者在团体里面进行 以天主教来说 祈祷的方式 有唱圣歌 念经 默想 或者用自己的说话 来与天主沟通 但是天主教 另外还有两种 比较特别的祈祷 玫瑰经 是很多天主教徒 都很熟悉的祈祷方式 是经礼圣母玛利亚的土词 玫瑰经 是我们教友 最好的一个祈祷方式 也是一个最好的 跟天主沟通的方式 玫瑰经 是来自拉丁文 Rosarium 有玫瑰花观 或者是一束玫瑰的意思 是比喻连串的土词 有如玫瑰花香 献在圣母和天主的面前 圣母在1858年 在法国路德 和1917年 在葡萄牙花地马显现的时候 都祝福世人 要为悔改和保随 多些念玫瑰经 天主教教会 一向都非常尊崇圣母 是因为在天主的救世计划里面 童贞女玛利亚 是一位卓越的合作者 她对天主的绝对服从 是我们的好榜样 同时 圣母是耶稣的母亲 教会的母亲 又是我们在天上的母亲 所以透过念玫瑰经 请圣母代我们转求天主 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玫瑰经最早出现在中世纪时代 而且开始盛行 时至今日 玫瑰经的念法 仍然和当时大同小异 玫瑰经包含了天主的整个救世工程 即是耶稣降生 传教 受难 和复活等神圣奥妙的时迹 教会将这些奥迹 巧妙地组成 欢喜五端 光明五端 痛苦五端 和荣福五端 我念欢喜五端的时候 我会默想天主降生成人的奥迹 天主是借着祂的圣子耶稣 来救赎我们 而圣母是因为祂愿意 与天主合作 所以我们亦分尖到这个救恩 比方我们念欢喜第三端 耶稣圣诞 我们就想象我们自己去了白冷 在马曹前面 朝拜圣子的降生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安详 很和平的心境 我念光明五端的时候 我会默想耶稣他的爱情 特别在第五端 耶稣建立圣体圣事 因为他的爱情的偉大更加澎湃 因为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将他自己的肉身 补血留给我们 确保我们能够得救 念痛苦五端的时候 我会默想耶稣基督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仍然不停为他的敌人祈祷 求天主宽恕他们 这个宽恕别人的美德 令我感受最深 《荣福五端》 是有关耶稣光荣复活 圣神光临和圣母蒙照升天的奥迹 圣母是世人的主宝 耶稣在十字架上把圣母交给我们 然后也把我们交给了圣母 荣福五端的最后让我们真的知道 圣母就是我们最好的陪伴者跟带领者 让我们经过耶稣回到天父的过渡 念玫瑰经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机械式地重念固定的经文 而是应该举心向上 透过赞美和祈求 默观耶稣的一生 玫瑰经没错都相当长 不过就不是很悶 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你念玫瑰经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念的时候 你一直有默想 你就会觉得里面的意义是很深的 平常我们生活都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念玫瑰经 我们不时地警惕自己 要效法耶稣的德行 学习爱人御己 在我的修行上 我觉得很有帮助 玫瑰经可以一个人念 也可以小组一起念 这个Queen of Peace 和平之后祈祷会 在每个月的集会里面 都会还念玫瑰经 玫瑰经最能够 令到我接近天主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能够通过玫瑰经 去认识天主 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他 最后要提的 当然就是念玫瑰经时候 所用的念珠 由于玫瑰经 是连转重复的土词 所以一般都是用玫瑰念珠 来数着重念的次数 不说你们或者不知道 在未有念珠之前 忍修士是用数石头 来计算所念的经文次数 后来有了念珠 就方便得多了 念珠的设计 都是以十粒小珠为一组 一共有五组 每组之间有一粒珠隔开 一般的念珠 多数都有圣母圣牌和十字架 但是制造念珠的材料 珠的形状和颜色 就凌凌种种了 皂眼看起来 摧灿奪目 亦都有人将念珠 设计成流行首饰般穿戴 不过教廷就不赞成这种做法 玫瑰经固然具有 敬礼圣母玛利亚的特色 它仍然是以基督学为核心的祈祷 整部福音的奥义 都集中在玫瑰经的纯泊结构里 它几乎是福音的综合降摇 但是也有另一个 和天主相会的祈祷方式 是不用念经 而是去聆听听天主的说话 为什么天主会和我们说话呢? 这种特别的祈祷方式 就是Letio Divina Letio Divina 仲读圣言 是天主教以圣经为本的灵修祈祷方法 强调在祈祷中聆听天主的圣言 透过圣经和天主对话 这个祈祷方式盛行于第三、第四世纪 后来逐渐被人遗忘 到最近几十年才重新受到注意 2008年的世界主教会议 就以天主圣言做研讨的主题 而且为了配合这个主题 更在罗马圣十字架圣堂 连续不断地公读全本共七十三卷的圣经 还在电视直接转播 这个马拉松式众读圣经的创举 历时七日六夜 共有1250名读经员 包括犹太教、东正教、回教 和各个基督教教派的信徒 由教宗本督十六世 率先读出圣经的第一卷 《创世纪》第一章 读圣言是一种透过圣经 与天主对话、沟通、祈祷方式 在祈祷中我们聆听到天主的圣言 众读圣言包括四个不同的部分 就是众读、默想、祈祷和默观 有人用听收音机来比喻众读圣言 透过众读天主圣言 在天主的话语里得到启示和力量 转化信仰生活 在准备众读圣言的时候 首先要祈求圣神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将一切放下 清理心里面的繁衣 等心灵得到安静 等圣神光照 然后就可以慢慢进入第一个过程 读圣读圣言 读圣言就是将经文读出来 当自己从未听过这段圣经 读圣读圣言 好像听到天主或子耶稣的声音 是天主或子耶稣的跟我们聊天 《读圣读》的特色是读出声,慢慢读 用眼看、用口读、用耳听 读完一次又一次 当读到使我们的内心 产生共鸣的地方的时候 就停下来默想 默想 是透过重复纵念圣经 等候圣神向我们讲话 在默想的时候 将心灵集中在几个 甚至是一两个字上面 直到心灵感到被字句充满的时候 就可以进入祈祷 看一段经文 而从那段经文之中 我们重复又重复地去看 看完之后慢慢静默 这段经文是主耶稣想跟我们讲什么 我们有什么回应 或者我们有些在回应之中 可能我们有些要醒悟自己 可能这个也是每天要更新自己的过程 祈祷就是你对天主的说话作出回应 当我们重复中读圣经的句子的时候 很自然地能够感受到天主的爱 继而充满信心的祈祷 就会自然产生了 第一件事要做是请圣神降临 我稍后祈祷的时候 我一定要请耶稣帮助我 继续有祈祷的心 让我继续下去 墨观就是最后一步 亦都是最高的境界 就是在天主内得到平安和休息 墨观是以天主为焦点 认识天主的爱和天主结合为一 从中认识基督的奥迹 静默通常会不出声 我通常被自己五分钟至十分钟 静下来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静静去听天主有没有东西跟我说 其实任何的祈祷方式 都需要心灵上的准备 透过中读圣言和天主相遇的过程 并不是单凭自己的力量 便可以了解到天主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祈祷方式很好 但是真的要一个人很安静 如果有其他人 有其他环境在这里 做不到就不可以专心 我很喜欢这个祈祷方式 越来越觉得 懂得交托自己给天主 而且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妙少 经常透过中读圣言来祈祷 可以令我们的心更加平静 可以更圆满感受天主 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偶迹 令我们更接近天主 和天主结合 玫瑰经和中读圣言 一个着重祷告 一个偏重聆听 这两种祈祷方式 其实都有同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与天主的距离拉近 与天主在祈祷里面约会 你又会用什么方式 来与天主约会 在介绍完玫瑰经和中读圣言 这两个特别的祈祷方式之后 节目时间又已经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见 天主保佑